近日国产动画天官赐福第一集动画已经正式落下了帷幕 天官赐福动画在还没开播之前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 毕竟上一部的魔道祖师改编动画就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 只可惜天官赐福的第一集动画虽然人气十足 但是口碑却没有理想中的出色 除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以外 动画的制作水平也比较一般 在第一集播出之后 动作的制作水平就呈现下滑趋势 尤其是动画的第六集 简直是称得上是吹火现场 另外动画组对剧情的一些改动 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第一集的最后一集 动画组对裴素这个角色的塑造就引起了一些争议 在原作小说中 裴素之所以屠城和半月之所以打开半月国的城门 是因为半月国的人准备在战争之后 无论老弱妇孺都绑上炸药 去永安搞自爱的袭击 这点动画中虽然有提及 但是描述的不够深刻 以至于有些观众觉得裴素是为了升官才屠城的 并且半月是自愿打开城门的 因为他不想半月人用炸药袭击永安 而动画里却涉及的像是裴素利用他一样 另外动画中说裴素把人引入半月城献祭给亡灵 是因为怕他之前的杀戮精力暴露 导致在天界的升官之路被影响 但其实原作里裴素之所以把活人引入半月城 是为了半月 因为半月会被里面的亡灵折磨 为了让半月少被折磨 所以他才把活人引进去献祭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裴素不派人直接灭了半月城里的亡灵 但其实裴素并不是不想他如果派神官来 神官不知道半月和他的关系 可能把半月也灭了 所以他才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亲自引活人献祭 当然裴素的苦衷 动画组有可能要等到后来才揭晓 只不过这么做就会误导观众 毕竟第一季已经完结了 观众们也不是每一个都看过原著 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裴素是一个 一心想着升官的无情之人 这年就有粉丝在第11集的评论区吐槽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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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